性騷風波從政壇延燒到了藝文和教育界 知韓文化協會的執行長朱立熙 在臉書PO文 點名了國家影視聽中心的董事長 藍祖衛是性騷擾慣犯 藍祖衛否認指控 表示不排除追究法律責任 至於下一大學也傳出有性騷事件 一名女學生指控 說體育系的黃姓主任出現不當行為 有效方式回應說 已經有啟動性評調查 教評會將教師暫時停聘 在舞台上侃侃而談 長期在藝文領域耕耘的 國家影視聽中心董事長藍祖衛 被爆料一次是性騷擾慣犯 知韓文化協會的執行長朱立熙 七號深夜在臉書PO文 指稱藍祖衛曾盜用他人的信箱密碼 半夜發信給記者和主播文字性騷擾 還曾被募集要求女記者坐在腿上 戴藍祖衛也發表說明 強調這些指控都並非是事實 嚴重傷害名譽 請朱立熙自重 否則會追究法律責任 近期性騷擾事件的相關PO文在網路社群逐漸增加 像災疫大學有女學生指控體育系的黃敬主任 在指導論文的期間多次做出擁抱 失之緊扣等動作 但申訴之後老師又打電話哭訴 甚至還找人施壓 校方則回應已經啟動了性評調查 教評會也將老師暫時停聘 明天團體指出部分的受害者或因為射精地位 還有權勢關係不對等 或擔心會再次被傷害 所以選擇隱任 因此能不能夠有更健全完善的防治系統 顯得格外重要 記者曹彥均 莊志誠 林瑋婷 台北嘉義報導